講到這個 我就說你們都在拿香跟拜 然後一直在跟人家 其實這個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一下這篇新聞 金普聰 當時就是有要搶著去富美 然後重炮轟蔡英文 我舉這個例子的原因就是 其實他們裡面軍事 其實有一個就是這個金普聰 然後 對啊 沒有錯 你知道他們的策略就是常常都會 對 都會比如說 嫌棄你這個不好 嫌棄你那個不好 大家都不要支持 民進黨說出來都不好 蔡英文 賴清德講 搶出來都不好 然後但是在那個不好之前 他又去搶做你要做的事情 明明知道蔡英文要大張其果的訪美 你就搶在她的10天前先跑去 然後在那邊先罵蔡英文不好 對 就是降低你的效果 對 就是國防一樣 就是在那個之前一直三三三 一直說不好 凍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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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等到你自己的時候 再來這個有必要 像原資哥說的 都聽猴友誼的 就聽來聽去 我真的覺得你們才是真的 需要請這個北韻女老師 去教你們什麼叫廉恥 真的 因為剛剛坤玉哥笑很大聲 我要請坤玉哥來補充 所以按照金普通戰法的話 這種拿相跟敗的策略 搞不好是可以吸到一些這個票呢 他什麼東西都吸不到 我告訴你 他什麼東西都吸不到 他那個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法夾彎 對不對 在侯漢廷發明的 對不對 對 說法夾彎 你有沒有看過七八個法夾 這樣子 彎來彎去 彎來彎去 會投婚 對 那個投婚了 那已經不知道要叫什麼名字了 好 那國民黨現在的政策就是這樣子 好有一個國防政策 對 非常明顯 我只問一個問題 那 這些大家剛才都講了 說這些 他昨天提出來的東西 不是蔡英文提出 已經在做了 就是那個 民進黨政府都已經提出來了 對 或者是賴清德已經提出來的東西 你怎麼會 把這個東西再重新說一遍 對 然後說 這是我的創建 我跟他們又不一樣 還有什麼不一樣 我一直覺得他拿到蔡英文的稿子 然後 然後你再往前推了一下 你再往前推一下 推了什麼東西 你看 你回想去年的時候 去年你看 他們罵了一整年 那什麼 城鎮戰啊 對 毀天滅地 生靈塗蛋啊 不能一年一務一 一年一務一要回到四個月啊 四個月又被那個老美 還是被誰 好一好 他又退回去 現在又退朱萊 又退回去 然後這一次 從頭到尾 我就一直在看他 我把他 我很有耐性的 把他那一個小時的記者會 忍著 把他看完了 哇塞 你真的很棒耶 快轉 1.5倍 還是看了很久 把他看完 他從頭到尾沒有提一務一要多久 從頭到尾一句不提 那我現在就問他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到底你現在講了半天 你的一務一到底是要一個月 一年還是四個月 對 如果你只要四個月的話 講清楚 四個月還是一年 對你四個月的話 你怎麼訓練足夠的兵 對 去操作那麼尖端的武器 對 你要射飛彈 你以為射飛彈 就是只要 東西要測好 我這樣子按一個鈕就可以出去 不對啊 那要計算 那要抓彈道 那要點點點 那要專業訓練的部隊 請問你要 你要怎麼處理 沒錯 然後 他裡面講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去 從去年到今年 一路在罵潛艦國照 罵得亂七八糟 對 馬文俊還要把他洩密給 給韓國人 叫韓國人要把這件事情攔住 請問你現在為什麼又 又這個 把潛艦國照說 我們要支持的 對 沒錯 問題都出在這裡 然後還有呢 源頭打擊 海上殲滅 決戰灘案 這我們從小時候就會 對啊 三五十年前的 固安作戰計畫 他就是這樣子在寫的 然後 再來 像 他中間有一個名詞 是什麼 叫做網路安全成熟度 他要檢查 台灣工業廠商 國防工業廠商 他的網路安全成熟度 然後說這個要達到美軍水準 這是美軍的一個標準 然後呢 然後要檢查這個成熟度以後 擴大我們的國防工業 還有我們國防生產的安全度 那網路的資安方面的安全度 這個東西簡稱叫做CMMC 兩個M CMMC 那CMMC這個東西呢 去年就在做了 我在 我在無緣機廠商當顧問 我們去年整個公司 從樓到腳全部被翻譯一遍 所有的電腦系統全部翻譯一遍 所有的帳號密碼全部洗一遍 就是為了要CMMC 對 就要符合這個規格 去年已經做了 而且都落實了 你現在再提出來 他都是把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哇 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拿出來再講一遍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很奇怪 好 比如說城鎮戰 城鎮戰去年在網路上面 帥化名老帥 拼命上這個中字輩的節目 然後一路罵城鎮戰 罵了狗血淋頭 請問你這個 現在你又說要城鎮戰 那你到底在講什麼 不懂 所以我們不懂 好 剛才那個晚真有講了幾個人 第一個 趙少康前兩天才跟人家說 那我們要這個四個月 我們兵役要恢復四個月 你現在又不吭聲了 你到底是一年來四個月 你講清楚嗎 不知道 趙少康怎麼交代 你要城鎮戰 你跟帥化名怎麼交代 你要這個 潛艦你又要國照 你跟馬文君怎麼交代 你所有黨內的人 你都沒有辦法交代了 對 那差別我認為只有一個人 你看這回的記者會也很妙 記者會上面做了四個人 講國防外交做四個人 侯友宜做中間 然後旁邊是誰 將啟程 往外陳永康 往這邊 國防那邊是陳永康 外交這邊是夏立言 趙少康呢 他不是意見最多嗎 沒有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參加這個記者會 然後陳永康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將領 海軍將領 對 潛艦國照事實上開始推動了 就是他 沒錯 那所以我一直懷疑說 陳永康到了不分區裡以後 然後或者是到了這個 這個 這個侯團隊以後 他給了侯團隊很多正確的建議 那死了 然後結果把他這建議拉出來以後 政治上姑且不論 可是陳永康進去之後讓他變正常 但是還是要管住趙少康 管住馬文君 管住韓國瑜才是問題 所以我一則一席一席 一則一席是什麼 那沒關係 那你變在野黨 他整個的國防外交政策變正常以後 對國家是好事 那一則一憂是什麼 那我是憂他的選情 你既然拿槍跟辦 那大家投蔡英文不就好 沒錯 投正版的 何必要這個盜版的